李卓敬 刘大人 如实说 这西夏驻我大宋的驿站 是不是被秦斩给霸占了 有我和盟主在 你不用害怕 这 宅子 确实是我西夏国皇太后 送给秦公主的 你听到了 西夏太后亲自送给我的 不说 分明是你霸占所得 刘大人 不要怕 本王给你做主 刘大人哪 王爷都发话了 你就直说嘛 难不成 来 这儿 用力点 是 还有这儿 不行 我必须尽快将秦斩赶走 不能让他离雨晨这么近 赵公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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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 赵公子 你 是 赵公子 你 你 好 你 赵公子说的对 喂 不行啊 你要让我搬走吗 那我搬到哪儿去啊 那不如我搬到这里 跟你一起住吧 行 正好这这么多房间 你随便挑一间呗 好 怎么样 舍不得啊 雨晨 不能引狼入室啊 赵公子 你想多了 这盟主府这么大 房间空着也是空着 那我回去收拾行李了 不妥 不妥 盟主三思 盟主 人家都没有书步 你管得着吗 不知赵公子有何建议啊 有有有 本王在望川那块 有片风水宝地 这就批给秦公主 我不去 我就住这里 秦斩 给赵公子个面子 先去看看再说吧 赵 谢谢赵公子啊 谢赵公子啊 那就这么定了 择日看地 好了吗 二位 来 来 来 清雪姑娘 很识大诀啊 是是 六大人对了 既然这是你们西夏的事物 那望川那块地 就劳烦你带秦公主去看看了 可这地 遵命 摩摩哒到底是什么意思 怎么查不到呢 禀王爷 刘大人安然无恙地回来了 那秦斩居然认了那块野地 秦斩那家伙 本就不按常理出牌 给我盯紧点 是 雨晨的生日就快到了 本王这次一定要将事情搞大 一定要将雨晨的心一举多下 不可呀 王爷 万万不可 大长老 本王有问你意见吗 王爷 举办生辰宴会也就罢了 您可是皇子 这娶妻娜妾 还需皇上恩准才行啊 王爷 这雨晨虽然是武林盟主 但在皇上眼中 仍乃江湖人士 这关你 够了 本王自有定数